昨天原定韓國瑜是在10點半 本來是定在晚上的10點半 抵達大甲鎮藍宮 結果他提前了半個小時 就抵達到了鎮藍宮 除了展現出韓國瑜對於大甲媽的重視之外 第二個也顯現出韓國瑜當了院長之後 他的時間觀念 已經跟過去的韓國瑜相比 進步進步非常非常的多 不過我可以也來問大家一下 大家怎麼看 因為韓國瑜昨天是幫大甲媽來服教 大家覺得4年之後 會不會韓國瑜被抬教呢 大家覺得會的請幫我加一 大家覺得不會的請幫我扣一扣起來 昨天子時的時候 大甲媽展開了9天8夜的啟程 然後在5號晚間11點起假 立法院長韓國瑜也是到了現場來親自服教 而且這一次整個大甲媽的信眾有20萬人是創下了新高 當然這背後是不是跟韓國瑜有關係呢 我們不得而知 只能說在疫情之後這些宗教活動陸陸續續的回來了 那麼人潮也逐漸的出來 當然我覺得大甲媽現在的繞境的時間也是剛剛好 因為在發生了這個花蓮的大地震之後 那麼媽祖愛眾生我們也希望在經歷了媽祖繞境的這一段期間之後 可能在花蓮的部分還有一些失聯的對象 最後都能夠有這個奇蹟出現 好那我們來看到韓國瑜他昨天一抵達到了現場 哇人氣非常非常的旺啊 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個人手機都直接拿起來 畢竟韓國瑜在當上院長之後 比較多的時間都是在立法院裡頭 很少很少能夠走到別的縣市甚至出現在大家面前 所以昨天在大甲媽這邊大家所看到的韓國瑜的時候 大家情勢都非常的激動 有人在現場喊院長好啊有人喊這個總統好 那麼另外呢有人直接大喊我愛你 看到韓國瑜直接大喊我愛你 那更重要的是每一個人都把手機拿起來 來拍韓國瑜出現在他們眼前的這個短短的幾秒鐘 因為人潮很多但是呢韓國瑜也是急著呢 要趕快來進行佛教 所以呢在每一個地點都沒有辦法逗留太久 就簡單的跟在座的每一個 在現場的每一個信徒打聲招呼之後呢 然後就先進到了這個廟門前準備來進行佛教 那麼當然呢昨天原定韓國瑜是在10點半 本來是訂在晚上的10點半抵達大甲鎮藍宮 結果呢他提前了半個小時就抵達到了鎮藍宮 他10點的時候就已經到了鎮藍宮了 而且呢現場的畫面你可以看到感覺很像大禁場耶 就是造勢場合的大禁場那種味道回來了齁 他走到他走的特別特別的久 那旁邊呢還有這個遠景幫忙開道齁 然後現場呢就人氣很旺啊 我們可以看到韓國瑜真的是人氣很旺 在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浮潛之後 沉潛之後現在選上了立法院長 那麼大家再看到韓國瑜在立法院的表現 也是有聲有色的那這也凸顯在他今天到了 大甲媽來服教所展現出來的高人氣 那其實大甲鎮藍宮的周邊其實在昨天的時候 入夜之後從高速公路從大甲就是一路塞 一路塞一路塞 據說韓國瑜的車隊還一度先卡在了台中火車站 最後呢他人還是比預定還要早半個小時 來到了大甲鎮藍宮的現場那因為韓國瑜就提早到了大甲媽 我只能說這足以展現出韓國瑜對於大甲媽的重視 因為表定是在10點半抵達 但他10點就已經到了現場喔 然後大家也都知道越接近11點子時的時候 其實在大甲鎮藍宮那邊會是越擠得水洩不通 人潮是會越來越多的 而且這是一年一度的媽祖盛世啊 然後重點是韓國瑜他進場也需要時間 你看這種大進場然後 旁邊擠得這麼多人 那個走路一定也都是需要時間的 那重點是起駕的時間也不會更改啊 因為起駕這是一個良程即時 所以在子時預訂好排訂好要起駕 那就是在子時起駕 所以如果今天韓國瑜已經訂好了時間 要到大甲鎮藍宮然後呢 他沒有在準時的時間點現身的話 恐怕又會被大作文章 也因此昨天韓國瑜提前現身 人氣特別的旺 我自己覺得他應該是有提早出發啦 韓國瑜應該是有提早出發 而且預留了中間可能會塞車的時間 預留了大進場的時候 可能會被人潮促擁蜂擁而上 然後走路大進場的時間會稍微拉長 我覺得這些時間他們都已經有算準了 而且最後人還提早到現場 所以從這件事情除了展現出韓國瑜 對於大甲媽的重視之外 第二個也顯現出韓國瑜當了院長之後 他的時間觀念已經跟過去的韓國瑜相比 進步進步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韓國瑜時間觀念 絕對比那些民進黨立委的時間觀念 還要好上100倍 因為他沒有遲到 而且他還提早到 包含像過去在立法院院會裡頭的質詢 民進黨立委遲到呢 還在怪韓國瑜為什麼可以早退 還在怪韓國瑜為什麼可以 念過他們的名字就直接喊棄權 但是現在大家所看到的 民進黨口中所謂的韓國瑜是持刻模 現在根本不是持刻模 現在不只提早到主持議事也是準時到 真正愛持到的人就是這些民進黨的立委們 所以呢我覺得從昨天這個畫面看得出來 能夠解讀出來的就是韓國瑜他當上院長之後 你會發現他整個人的格局 然後他整個人的那個氣勢都很不一樣了 然後你會看到跟他就是有這個旁人直接喊這個我愛你 然後韓國瑜出現的時候你看他是打著西裝的 然後呢還戴著這個領帶的 代表他其實非常重視立法院長的這個位子 這個院長的門面他還是有特別特別的照顧到 然後一切的表情還有他從最近的發言都變得肅目了起來 就是很稱職的扮演好立法院長的這個角色 我相信這也是為什麼韓國瑜現在在當立法院長之後 所以他的人氣會慢慢的再把他拉高 我想這是這樣的一個原因 不過呢我可以也來問大家一下 大家怎麼看因為韓國瑜昨天是幫這個大甲媽來服教 大家覺得四年之後會不會韓國瑜被抬教呢 來做一個小民調韓國瑜昨天服教大甲媽 會不會四年之後2028選總統 那麼韓國瑜就是被抬教的那個呢 大家覺得會的請幫我加一 大家覺得不會的請幫我扣一扣起來 好來我來看一下那個叫我菜包送出了會籍 我等大家回應的時候我先來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我看到了 Silent Mode VBNJCGHH 他們都加入的這個會員還有James劉 還有叫我菜包他送出了會籍 這是酷酷嗎 現在是送出了這個十個會籍 然後以及另一方面 我看到大爆發頻道的好朋友們破千了 謝謝大家記得幫我們按讚同時把這個連結分享出去 最新的這個第一手的觀察 馬德都會在馬德友誓馬德節目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我看到這個網友的留言 欸有人這個答案就比較分歧 有人加一 有人非常希望韓國瑜能夠再被抬教 但是有一些人就是扣一 那有網友就說我說早了 確實是說早了 可是你這樣看在這個期間 就有人會開始在問2026的那個縣市首長的佈局 那我們先問2028總統大選的佈局好像也不算太早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網友心中自己的定見 然後我們再對比三年過後 把這個答案記者三年過後 大家來看一下你們心中想像的答案有沒有實踐 畢竟總統大選2027那時候提名嘛 然後2028來進行選舉嘛 所以呢大家稍微的把這個答案先記起來一下下了 好那當然如果韓國瑜真的要順利的被抬教的話 但是他這四年當立法院長期間 絕對是會被綠營高度檢視 所以他必須要好好稱職的 扮演好立法院長的這個角色 好謝謝各位網友的回應 我們繼續來看下去 其實從昨天整個佛教的場合 你可以看到韓國瑜啊江啟成啊 還有一些國民黨的立委們 都有來到了現場以及嚴清鏢 當然他人就是會現身 等於說呢國民黨是蠻重視大假媽這個活動的 畢竟這個背後可能是嚴加的勢力 所以燃營人士自然會非常非常的力挺 反觀這個民進黨真的看不懂他們到底在幹嘛 因為呢民進黨在過去兩年的時間 過去兩年的時間都沒有出現在大假媽的場合啊 我跟大家來整理一下 最後一次最後一次這個有綠營的政治人物 來到大假媽的場合是在2021年的4月 當時呢是因為一樣是大假媽起駕 可是呢2021年如果大家把這個時序往前推的話 當時碰到台灣碰到的是大旱 就是缺水危機百年大旱 然後蔡英文就現身在大假媽的場合 就是起駕前蔡英文有現身 祈求風調雨順 然後呢之後就沒有了 只有2021年之後呢 開始民進黨就跟嚴加之間呢有政治上面的攻防 包含嚴寬人要出來選舉嘛 然後民進黨去猛攻嚴加 所以呢從那時候開始 民進黨跟嚴加甚至跟大假正蘭公之間的關係 可以說是急轉直下 所以等於說相隔三年都沒有綠營的政治人物出現在大假媽的 繞境場合裡頭 甚至你光是連起駕這件事情 你都看不到綠營的這些政治人物喔 在起假日現身參拜喔 就是因為跟這個嚴加關係鬧僵了 然後我想民進黨大概也是帶著有色的眼光來看大假媽 所以認為有嚴情標在的地方 他們人就不要在嗎 是這樣子嗎 好看到叫我菜包的斗內 他說玉帶皇冠必成其重 永遠都是韓院長的後盾還有靠背 韓院長加油馬德加油大家加油 謝謝叫我菜包的斗內 謝謝大家的斗內 好但是呢相隔三年之後居然有一個綠營人士跳出來了 好昨天有一個人跳出來了 他是誰呢 我們現在切回來這ipad的畫面 這個人就是立委蔡其昌 蔡其昌居然相隔三年打破了綠營的僵局 然後在大假媽起假前先來參拜 而且呢他這個參拜非常的有趣喔 這個是蔡其昌在前一天 他現在他的媒體群就先發出了公開行程 說4月5號的下午1點鐘 大假鎮藍宮天向聖母 繞境境相參拜 所以呢蔡其昌在早一天就先發布彩通 歡迎大家一起來大假鎮藍宮來採訪蔡其昌啊 來跟這個媽祖來進行參拜 那大家就想說欸那蔡其昌請問你之前都沒有來嗎 你為什麼相隔了三年的時間你才再來到這個大假媽這邊呢 好蔡其昌就回應說他其實常常來大假媽 只是都沒有遇到媒體採訪而已啦 然後他說呢他當立委十多年來都會陪著繞境隊伍來走一段路 所以十幾年來他都分歧走 然後呢這個分歧嘛分歧分歧分歧走一走 大概都已經走完了 那他也表示出了他對大假媽的敬意 不過我覺得這句話很有貓你啊 他說他沒有遇到媒體採訪 我們跟蔡其昌說如果你今天願意 因為大假媽絕對都會邀請這一些在地的政治人物來進行抬教嘛 來進行服教嘛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蔡其昌願意站出來在起假日當天 然後呢在整個繞境啟程的當下 你直接現身的話絕對會有媒體來採訪你 就是在那個台教要出去的時候要開始繞境的時候喔 你願意在那邊服教絕對會有人來採訪你 絕對讓你的畫面永久留存在大假媽的 大假媽的資料畫面 絕對讓你的名字寫進報導 但現在問題就來了那你為什麼前景人不來 那你為什麼今年才來呢 這背後是不是就是因為蔡其昌你在執行黨議 因為綠營跟嚴家鬧翻了所以你執行黨議 所以你人就不想要來大假媽 就不想要跟嚴清鏢不想要跟韓國瑜同台 那但是你現在為什麼隔了三年之後 你又想要來蹭大假媽呢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也不是跟著繞境隊友一起出去喔 他是在繞境前夕就先來參拜 所以這看起來黨議還是很強啊 黨議不要你跟嚴清鏢同台 黨議不要你跟韓國瑜同台 黨議不要你跟江啟成同台 所以呢他只能選擇在起價前 先在大假鎮藍宮來進行參拜啊 對不對 然後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回去來想一想為什麼 我昨天看到這個畫面想說為什麼蔡其昌今年要來呢 其實很明顯的他做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要來顧中醫選區的選票啊 這是他的用意 因為呢大家都記得去年立委選在中醫選區的時候 藍白河推派了誰出來 蔡壁如出來 蔡壁如把蔡其昌嚇得屁滾尿流了啊 蔡其昌這一次可以叫做是四連霸 但是是驚險四連霸 那個不叫躺平四連霸 那個叫驚險四連霸 而且蔡壁如差七千多票 就能夠把蔡其昌換下來 讓蔡其昌去好好的休息耶 所以呢我相信去年年底的選戰 絕對讓蔡其昌嚇到了嘛 有多嚇到 因為在選戰前你看蔡其昌 他居然在清晨的時候 站路口來徒步拜票耶 有必要動用到蔡其昌 在選前徒步拜票 你就知道當時藍白河在中醫選區 這個選情有多麼樣子的危急 讓蔡其昌多麼樣子的緊張 所以呢在這一次差七千票 差一點落敗之後呢 蔡其昌似乎有改變一下自己在跑基層的策略 而過去三年大家不敢在起假日現身 現在蔡其昌打破了這個僵局 他出現在媒體面前 還出現來先來拜拜一下 這也意味著中醫選區不再是鐵板一塊 他是有機會被翻轉的耶 所以呢蔡其昌被蔡壁如這匹黑馬嚇到了 也因此呢大甲媽的盛事 他也不敢缺席嘛 ill